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各位观众朋友 很欢迎你播时间收看这个节目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已经很清楚知道 就是母罕悉炎的发生 这个文学的发生 就是有一个医生 李文良医生 他带生发件 他的故事就不用我说太多 不久 我们都可以知道 他留下的死在病院的所在 就是他自己受感染到 无限危险 后来在今年 我们可以知道 今年二月切切 他过往去 他过往了全世界的人 都在他记念 特别是有一个组织 我们才是很不欢迎 这个组织 叫做世界 卫生组织 这个世界 卫生组织 现在我们台湾人 都很爱 说的 叫做中国卫生组织 不是世界 因为 那个主席 还是说 那个副正人 就开始 这个黑暗节团出来 他就走去中国北京 跟中国的副正人 在那握手 甚至往全世界 就说中国控制得很好 不过我们都知道 他们常常是说白菜 这个说白菜不适合 就是 一再发现 在这个独裁通知者的国家 在这个独裁通知者的政权的中间 这跟我们台湾在概念的时代同样 这个独裁的领土者 这个国民党的政府 就是常常说白菜 因为常常说白菜 大家对政府的原论就会保留 我们知道政党参加 政党参加 政党参加 民政党的執政 如果有丹布不正式 好 好 大家在哪尊 在抗皮赛 同样 一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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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感觉 一定要很公开 让大家清楚 发生的事情 的煎熬处事 是什么 李文良 他说 我们可以 唐灾 他是一个 人科的医生 人科的医生 他在看反正 都是这些 默酒有独裕的人 他就发现默酒有独裕 竟然是一个很奇怪的逼迫 一个很奇怪的逼迫 大家有独裕的经形 很同样 他就从那儿渐渐发现 后来他就在他的 忙碌的中间 来寻找 说大家要注意 可能有这种团严病 在出现 但是他去警察 他下车 在正月车 今年正月车 叫警察 叫去社会界的陪 然后就在正月车 他感觉辛苦不好 日月车 他就进断出来 他去沿着武汉危险的云药 这样经过七日 一个星期后 日月车 他就过往去 只有三十三回 这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看全世界 甚至在美国也公开 美国也公开 说大家来设一个纪念 来纪念 因为这边武汉危险的团严病 影响到全世界 这当时会停止 被控制住 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一个人 竟然核竟 没有日子 那个人 这都是一个窃 没有日子 因为我们 womit 大家知道 後來這個世界衛星組織就公開發表 紀念李文龍醫師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說 有很多藥窗 這個大災團設的藥窗 常常會想辦法去買收病醫 買收病醫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病醫使用他們的藥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腦袋注意的古尊尼 我們就發現中國的藥窗生產的藥 吃心臟病的藥 競然是有問題 我們如果看這樣 讓我們的政府 這個維副部 特選過 那種的藥是不可以用 只要這樣淨口的藥 不得了不得了 那就是很多錢 你看所有的便宜在用大便宜在用的 價錢是非常多 這樣我們在一起都知道 做無形式的報告 做無形式的理論 不但是在這個獨裁政府 有時候也在財團的中間 財團為了自己的利益 會去買收很多這些為了錢 做學術研究的人 我這樣說就是特別去講到一個人 這個人是叫做Richard 這個Richard Carson 他是一個生物學家 他就是發現 美國有一間很大間的 這間化學公司 叫做孟三都 這個孟三都 就是專門在做農藥 也在做醫學的飲品 這是孟三都 我們在孟三都 在第二次大前的中間 有生產一種農藥 叫做LiLiT 在討堂的藥 LiLiT 我相信我們觀眾朋友 很多人跟我有這個經驗 小孩的時候 LiLiT 都用來討有很多 就是處理這些湯圖 譬如說褂褂 類似這種的湯 用LiLiT 不過這個Richard Carson 他就去做研究 他有發現 這種LiLiT的東西 損害很大 因為他自己不會消去 他的親像什麼 親像我們說這種 核主靈這種的東西 這種的肥料 你如果生產 我們就說核主發電唱 然後這個肥料 你沒辦法消毒 你只要放在 經過很長的時間 他自己會消退 LiLiT也是一樣 脂肋在人的生活 或是你去討厭 你去討堂 這張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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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LiLiT 它不會隨時打去 不過這張牆 會牆牆生出來 下火 洗到牆牆 牆牆 在下的水 下的水 在這張土地的面 沖下去 人抽水 這個水 本身就會有問題 還有一個人 吃的糖 在吃水果的時候 吃抽象的時候 水果 吃一些抽象的時候 這個糖 給牆牆吃去 這個LiLiT 就這樣循環出去 他不會 因為吃下去 人家有牆牆出來 就不去 不會 牆牆在身上 哇 這樣事情 循環下去 就不得了 這個LiLiT Carson 他寫文書 做這個研究發表 沒有公司 沒有出名的十字 寫物要給牆牆 是怎樣 因為 當這個出名的寫物十字 收到他的文書 就 希望有其他的學家 出名的學家 來給他回應 不過這些出名的學家 看到他的文書 就開始買 甚至感覺 那是沒有追尊 那孟三都 要花很多錢 去買收這些學家 這些學家 因為是出名 所以 很多寫物十字 是寫這些學家的文書 就沒有寫 LiTro Carson 他的文書 你沒有寫 LiTro Carson的文書 什麼 事情 就是 蓋給什麼 孟三都 其實用很多錢 去買收這些十字的主編 買收 搞收 做無形式的研究和報告 什麼 五股 都常常發生在什麼 那個沒有出名的寫物十字 沒有出名的寫物十字 有時候是地方的 所以就看出來 這個看出來 就開始有倫見 一直以外 因為有倫見以外 這個小小十字 就開始老節 還有人去看 然後美國的國會 美國國會有發現 就感覺有這些議員 會這事情嚴重 LiLiT 如果對我們的生態 環境那樣嚴重 所以就在美國國會開一個聽證會 請這些學家 專家 聲說LiLiT是很好的一個農友 和LiTro Carson 來辯論 結果 那些學家 那些學家 都去讓LiTro Carson 這樣 讀到話都說不出來 因為什麼 有做盡情的研究 還有實質素質 來體現出來 後來美國國會 就有明明 問三度 不可以再生產 這個LiLiT 你們觀眾朋友 這是LiTro Carson 我們如果要瞭解 它有下一本很出名的菜 叫做 點點的春天 寂靜的春天 這本菜 就有上次 在介紹這個過程 我們先說到這裡 休息一下 再來繼續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一個人 就是說 不管是獨裁政府 會去做這個 不應該做的事情 建制原論 有時候 更嚴重的是 常常是大財團 大財團的老闆 這只是為了賺錢 他會用更多錢 去買收很多愛錢的人 特別這些學家 什麼專家 有時候為了錢 來出賣良心的 這也很多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 這個LiTro Carson 所做的研究 開始是去打壓的 是對於 低風小小的貪物來開始 然後引起論件 然後再從這個 孟三都的財團 所做 一種的策劃 研究跟產品 改善 現後開 給政人 都知道了 所以我們 現在已經沒有在用LiTro 是跟這個有關係 我們去看一本寂靜的春天 他主要在說什麼 說本來春天 嬌吃 是很多嬌吃的手 因為有很多湯湯吃 就是 後來因為吃這些湯 就是吃貴姬 還是吃湯 吃了 因為有LiTro 噴在那個地方 所以要中度 現在外交也吃湯 外交也中度 我有說 LiTro自己不會消毒去 就是這樣來送是死命 觀眾朋友 如果是交接不存在 湯床不存在 這個湯不存在 我們的生命也開始有問題 這個就要很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要看說 這些災團 有時候大老闆 大災團的老闆 有時候 那個台東跟關聯 跟一個獨裁者 是一樣 他只要下臉的人 聽他的話 他的話就是 為了要賺錢 我們注意看 雅蘇馬公國這個話 說一個人就是賺到全世界 全世界送死死命 你要用什麼來買回來 要用什麼來贏過你的生命 沒有 雅蘇這句話 應該可以讓一些大災團的老闆 或是讓這些獨裁關聯的人 去時刻和反省 我們可以看雅蘇馬公國 他的送死死命 其實就是為了什麼 犯起很多 這些有良低的醫療工作者 應該可以說出生死的位 或是讓這些所謂學術家的人 說出生死的位 李文亮醫師的過往 也有一些詩人來寫死 來的紀念 其中有一個時候寫得非常好 我突然來給大家分享 這時候他就是這樣寫 他在寫李文亮醫師的心境 他說我沒想要做影響 我也有父母 我也也有孩子 我還還有一個母懷孕 有一個母懷孕 我有很多人在北方的地方 就是我正值換來 也沒有得到善良的回應 我用正值換不到善良的回應 我不知道監督是怎樣 但是這個國家就要繼續 我什麼人讓我選擇這個國家 其實我們知道我們出生 我們出生 北武就已經選擇這個國家 所以我們在哪裡出生 就是在那個國家 他說有很多威懷 我們要打這件 這個這件就是 這邊的危險運躍 這件打了 我只能讓眼睛 來對擁望看天的未來的環境 這首次的第二次是這樣寫 他說我沒想要做影響 我不就是一個醫生 但是我不能看到很清楚 這個北斗是什麼 但是我不能這樣 目標金金看到北斗 來上海到我的動向 我的動向就是醫生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醫生 這個病情如果在病人的心中 如果不注意 不跟他講出來 大家不注意就會受感染 所以說我不能看到這種背景 來上海到我的動向 去上海到 那些多無辜的人 無辜的人就是接觸地去感染 他們要死去 目標領我金金送 看我可以為到他們 大來生命的五人 還沒有 這首次的第三次 他是這樣寫 他說心人會想到 我竟然死去 我的靈魂被告在天上 對天上看到那個病床 他倒過的病床 他說倒在那個病床 我的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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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看是 那樣的食材 這樣就是說 他的靈魂已經被告天上 看到地獎 他的病床 他倒過病床 幸福在那個地方 是那樣的食材 不久不久 我的病床在倒下 我的恐懼在倒下 我的霧 那個過期我用很多時間 把他對著的霧在倒下 這樣就是說 他的靈魂跟生屋 已經離開 他在憔悴 他那個生屋過期的日子 所走過的路 一生屋的第四十是這樣 他說天有一個庚 那個庚的陣頭就是天洞 這樣就是說 李文良 醫師去到天洞的地方 不久他說什麼 他說我感到沒有去天洞 我感到回到武漢 我的故鄉 那一般在紀錄教的信用 是說天洞很漂亮 他說我沒有愛 我感到沒有去天洞 我回到我的故鄉武漢 他說在那個地方 我有買房子 要有貸款也不會入 我哪有可能 沒有去注意這個事情 我哪有可能去放薩 那個貸款 沒有去行貨清掃 我 要有 失落僵侶的父母 這樣他們會很大的愛上 我還要有一個 失落政府的母 這個母 他有 賣到來懷孕的孩子 的胎 他要求有一個小孩 要照顧 他的未來不擅長 一生死的第五十 是這樣寫的 他說 我真的是已經死去 我看見他們 將我的實體 將我的生活 這樣他在廟下 他那種作者 把他爭在地下人 他說這個地下 旁邊放很多 都是他的同胞 跟我一樣 第三 是什麼 因為他是三個半個 去往爭去 失望地的內臉 他說 跟我一樣 同時 死去的很多 大家 都像一堆一堆白灼火 第三 天 更的時 就要上去 火爐來消化 他說 再見了 我的親人 我實在 看你不回的親人 他說再見了 我無憾的故鄉 他說 不想你們的基地 這個災難過了 若有人 很努力 要讓你們知道 那個真相是什麼 我們知道 真相就是武漢肺炎 他說 不想這個災難過了 你們學得到 他就說 對武漢那些鄉親 就說你們學得到 政筆的重要性 他說你們的基地 努力讓這個真相 可以出現出來 不可以讓善良的人 做武道 不必要的驚訝 也不必要的希望 無奈的悲傷 這是有時仁 時代開的 照耀 等懷念 等感覆 等感謝 李文龍 遺書所說 的 基督教的聖經 波羅 寺寺寺 寺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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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周 第七十九 第八十 就是這個師人應用 的聖經授 在寺寺 寺寺 寺寺 我就跟他的學生說 替莫泰說 我已經很拋走的路 真我所應該接受的信用 李文良醫師有接受 他做一個醫療 工作者應該有的信念 他說這個信用我已經接受 我相信有一個新的勉劉 會帶在我的心情 這剛剛是宿舟保留社會 給他的學生提摩台所說的話 他是在提摩台說 接受你的信用 像你的勒氣泡澡 剛剛請請李文良醫師有 是每天我們跟他笑臉 也很大感謝的一個 有良知的醫療工作者 真感謝你收看這節目平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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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 謝謝大家 �